观望现在的影视圈,编剧们像是身体被掏空了一样,火了一部杀类型,后面立马跟着来一打,恨不得一口气把观众给砸晕,前有标榜独立、励志的大女主,后有主打年龄差的CP乱顿。 可是,谁让咱是干这行的,需要为在座的各位以身试毒? 别说,还真遇到了惊喜,理智派生活,由秦岚、王鹤蒂主演的理智派生活围绕着34岁女主角沈若新展开,聚焦其爱情、职场等方面,遵循提出问题、解决问题的叙事思路,全景是还原30家女性的真实状态。 沈若新33岁,上海一家汽车公司的法务部经理。 她是魔都本地人,长得漂亮,业务能力强,有房有车,简直是完美女性形象。 齐晓是面临毕业的大学生一枚。 虽然人长得挺帅,但刚步入职场,稍显至嫩。 在大部分观众的认知里,这样一部包含职场、姐弟恋元素的聚集,应该会安排她杀回法务部,并和齐晓展开一段高甜年下恋。 但是,这些都没有发生,沈若新不是逆风翻盘的大女主,理智派生活也不是普通的甜宠剧。 说起这二人,典型的不打不相识。 第一次碰面,当时,齐晓与前女友兼工作室的合作伙伴洛洛,在大街上纠缠理论。 齐晓质问对方为什么玩失踪,还卷走做生意的钱。 路过的沈若新看到了,不清楚状况的她,瞬间将洛洛掩在身后, 俨然一副保护小妹妹的架势。 第二次碰面,齐晓因为洛洛离开,生意失败正郁郁寡欢,和哥们一起在餐厅买醉。 谁知,当晚,沈若新和闺蜜也在这里用餐。 而且中途,沈若新的男友突然现身,高调求婚,搞得沈若新难堪不已。 正当她不知该怎么收场的时候,喝醉酒的齐晓插一脚,乱得恰到好处,让沈若新成功脱身。 第三次碰面,齐晓正巧投递了沈若新助理的岗位,后者因为之前闹过的不愉快,对她不予录用。 齐晓不甘心,试图证明自己。 看到这,相信有老司机眉毛一条,一副全部看透的模样。 开播至今,她收获了不俗的收视,口碑和讨论度。 齐温暖治愈的调性,为现实生活提供的解题思路,又为观众提供了一处充电站,可以让人从中获取力量和启发。 而这些,也正是让齐成为国剧出海最新代表作的重要原因。 一,姐弟恋教科书,重新定义男强女强,这部剧全长35集,直到27集。 沈若新和齐晓才正式确立恋爱关系。 放在当下的剧集市场来看,这种慢节奏的感情线独树一致。 整体上,最打动人心的要属男女主角的日久生情和水到渠成。 比如,沈若新的人设是理智态,对待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抱以冷静睿智的处理态度,以至于闺蜜称其没有散发出求偶信号。 但随着剧情发展,她逐渐释放出个性中柔软,甚至是可爱的一面,正是她对齐晓放下防备并产生信任和心动的体现。 再比如,沈若新妈妈对姐弟恋从反对到接受的态度转变。 在她最后表明态度的一场戏中,把男女主角叫到一起吃饭,询问他们喜欢对方的原因。 沈若新和齐晓给出的理由,都是日常相处中积累下的关心与观察。 有观众表示,这样的情节比简单只给的亲密戏更加戳人。 另一方面,虽然有12岁年龄差,但沈若新和齐晓是一对男强女强CP。 更难得的是,这种强步式通过强人设进行体现,是相处过程中对彼此生活和事业的支持,给人相互依靠的感觉。 二,聚焦女性成长,刻画职场重生像,与感情线的细水长流类似,理智派生活的职场线走的是稳扎稳打路线。 最开始,沈若新帮他租到了完全满足条件的房子,他通过这件事看到了女主的细致高效。 紧接着,他又先后解决了新能源汽车推广活动出现的问题。 比如原定的汽车博主爽约后,他提出由环保和健康博主代替的备案,并事先询问了他们的档期。 也就是说,他不仅提供了解题思路,还把方案的可行性确认到了最后一步。 这些情节不仅集中刻画出沈若新的个人成长,在这个过程中,他遇人遇事的处理方式也是职场智慧的体现。 相比脱离现实的沙发决断,这种符合现实逻辑,一步一个脚印的成长,有种更为落地的爽感,也能够给生活中的同龄女性带来启发。 另一方面,在沈若新的职场环境中,还有很多值得关注的配角,他们的存在构成了职场重生像。 比起勾心斗角,虚张声势的同性竞争关系,这种彼此欣赏的状态,被观众视作女性力量的正确打开方式。 三,逆流输出的口碑剧,成观众的生活充电站,慢爽剧的定位,是理智派生活区别于市面上大部分作品的地方。 也因此,这部剧的前几集为观众设置了一定的官剧门槛。 但播出至今,它在豆瓣、微博等平台收获了不少忠实的剧粉,正向反馈也是对口碑的证明。 除了感情线和职场戏,温暖明亮的整体调性,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价值观,也是这部剧得到好评的关键。 具体说来,齐晓向妈妈坦白自己喜欢沈若欣的情节,被很多观众列为名场面。 剧中,齐晓一直担心妈妈介意沈若欣的年龄差,没想到她表示大力支持。 她回忆自己和齐晓父亲就是被反对后依然坚持在一起,此后过得一直非常幸福。 所以,她对齐晓的心愿唯有找到真心相爱的人。 综合来看,以女性成为切入点,职场和爱情双线并进的理智派生活, 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。 尤为关键的是,她贴近现实的创作手法,给观众带来了具有借鉴意义的生活启示, 实现了超出为观众讲故事的意义。